这只狗狗一心想去溜弯 哪知主人做了件后悔一辈子的事情 只是为了他一块饼干说 人不如狗还要工作 今天就别想出门了 没想到门铃突然响了起来 狗狗起身便往门口跑去 房门刚刚打开 狗狗便冲了出去 女人追到公园路口 怎么也没想到 一辆汽车撞了过来 小美本是一名漫画作家 光鲜亮丽 身家上映 更是拥有无数粉丝 但如今下之残疾 无论如何他也接受不了 坐在轮椅上的命运 于是便开始自暴自弃 不仅向男友提出了分手 更是赶走了闺蜜 然而一个陌生女人 给了他逆天改命的机会 女人是一家精神科医院的院长 她随机召集11位志愿者 参与一场穿越实验 她告诉所有人 只要愿意就可以穿越回到一年前 重新开始生活 然而在场的人都不相信 于是女人打开电视 她将预告今天彩票的开奖号码 没想到一字不差全部证据 旁边的保安大叔很是兴奋 说完便要用笔记下开奖号码 但是女人告诉她 回到过去 纸条将不复存在 只有记在脑袋里的东西 才能带回去 此时一位孕妇摸了摸肚子 为了孩子她选择了退出 其他十人被安排 坐上了时空汽车 穿过山路十八弯 驶向了一片无人区 一阵眩晕之后 小美站了起来 她摸了摸自己的双腿 开心的又蹦又跳 就在第二天遛狗的时候 狗狗挣脱江绳往前跑去 迎面而来的男人一把抱住了狗狗 这才发现此人 竟是跟自己一起穿越的老金 原来在重启穿越之前 小美因瘫痪弄丢了狗狗 是老金收留了她 也正是狗狗给了她活下去的勇气 因为老金是民行警 就在一天夜里 曾经被她抓进监狱的歹徒找到了她 为了报复 歹徒不仅杀害了 负责她案子的法官和检察官 更是残忍杀害了老金的师父 而且把尸体扔到了她的家里 这让老金痛不欲生 因为师父是她唯一的亲缘 为了救回师父 她接受了院长的邀请 穿越回到了一年前 见到小美之后 老金这才明白 原来穿越回来的并不是身体 而是一年的记忆 也就是说 现在的他们都将知道 往后一年自己将要发生的事情 本来小美要去医院给狗狗打疫苗 没想到见到老金耽误了时间 于是折返家中 哪知撞见了男友和闺蜜的可耻一面 然而更意外地来了 所有人突然收到院长通知 再次聚集到医院 这才得知 穿越者快递小哥竟然死了 这个快递小哥真是太惨了 本以为坐上时空汽车 穿越回到一年前 就可以通过彩票中奖来密席人生 哪知穿越回来的那一刻 自己正在开车 一阵眩晕之后 遇上了车祸 听到这个消息 都以为只是单纯的意外 没有多想便来到咖啡馆畅谈以后的人生 然而游戏少年的一个动作 引起了老金的注意 他夺过少年的手机 翻出了几张偷拍的照片 少年这才老实交代说 穿越并不是实验 而是一场死亡游戏 快递小哥的惨死只是一个预告 之所以拍下其他参与者的照片 只是为了验证他的猜想 而且说下一个死的人可能就是小美 然而小美突然收到了前男友的短信 说门口放了他最爱吃的蛋糕 没想到门刚开 狗狗就跑了出去 小美连忙给老金打了电话 两人开始四处寻找 小美一路找到公园的路口 一辆急迟的汽车呼啸而过 吓得他直接瘫坐在地 这才想起 今天就是他出车祸的日子 小美担心自己逃不过被撞的命运 老金则告诉他 回来的那天 他就找到了杀害师父的歹徒 而且设计将他带死 既然他能阻止师父被害 那么小美自然也能逃掉 被撞瘫痪的秘密 就在此时小美接到电话 说是有人找到了狗狗 两人跑到咖啡馆才发现 找到狗狗的人竟然是穿越着二岁 奇怪的是没说几句 便带着丈夫匆匆离开 然而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还是来了 就在当晚 小美接到了闺蜜的电话 没说几句就听到一阵刹车声 小美看了下手机 9点45分 这正是他出车祸的时间 于是赶紧跑到公园路口 只见到被撞倒地的闺蜜 事故再次发生 这让小美很是意外 她连忙赶去医院 见到院长便很是自责 因为她觉得是自己 把车祸转移到了闺蜜身上 而院长说可能只是偶然事件 为了找出凶手 她催眠了小美 沉入记忆 找到了事故当天的片段 她看到有个男人下了车 而且还用笔戳了戳她 然而车尾的标志让她一眼认出 这就是二翠丈夫的车 于是小美找到了她 二翠却说不知情况 而且告诉她 丈夫一直对她家宝 这次重启穿越回来 就是要赶在结婚之前跟她分手 一定要给她一天时间 如果真的是丈夫赵氏逃逸 肯定会让她前去自首 单纯的小美竟然信了她的话 回到医院之时 闺蜜已经不致身亡 小美自责不已 发誓一定要找到赵氏凶手 就在闺蜜的葬礼上 竟然发现又有一名穿越者突然死亡 这让前来悼念的老金 再次想起了少年的预言 下一个死的人 如果不是小美 就肯定是保安大叔 然而怎么也没想到 这次死的人 竟然真的就是那个保安大叔 在时空汽车上 她记下了彩票投奖号码 准备逆袭人生 带着记忆穿越回到一年前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只是请了朋友喝顿酒 回家路上突然心急梗塞 一命呜呼 这让剩下的八位穿越者十分困惑 回来不到一个月 已经有两位穿越者突然死亡 此时游戏少年说 他发现了死亡规则 穿越之前曾经有两次聚会 第一次聚会快递小哥第一个站了起来 第二次聚会第一个站起的则是保安大叔 按照这种逻辑 谁第一个站起来 就会是下一个死亡对象 场面一度陷入尴尬 所有人都害怕得一动不动 然而小美突然站了起来 因为她觉得少年的预言就是无稽之谈 看见葬礼上闺蜜的家属哭得撕心裂肺 小美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出凶手 通过公园附近的监控 老金发现事故当晚 副驾上坐着二岁 可是她却撒谎说不知情况 此时的小美突然想到 穿越之前的案发现场 男人是从副驾上下来的 这才明白过来 穿越之前的赵氏凶手不是她丈夫而是二岁 于是小美再次找到二岁 一再逼问下 她承认穿越之前赵氏逃逸的事实 而这次的车祸并不是她所谓 因为当天她喝醉了酒 是丈夫开车撞死了小美的闺蜜 但是在事故之后 她丈夫把车开去了报废场 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证据 更意外的是 二岁对小美说 不要太相信院长 那个女人已经把小美 接受催眠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而且穿越实验的志愿者 根本就不是随机抽血 是院长主动找到的二岁 目的就是故意把她与小美的命运绑在一起 老金这边同样发现了问题 她找到了报废场 但是却发现当天的监控记录 全被人为删除 在门口汽车的行车记录仪里 找到了一段视频 看见二岁丈夫把车交给了一个男人 但是没想到 这个男人竟是穿越者裴正太 于是小美给所有人群发信息 约好下午两点在咖啡馆集合 本来还有八名穿越者 但这次聚会只到了五人 二岁裴正太和老金三人都没过来 小美把二岁肇事逃逸的事情说了出来 就在此时 老金闯了进来 拿出一张照片 问上面的女人是不是她 小美承认自己昨晚见了二岁 但是没想到两人见面之后 二岁竟然突然死了 本以为可以就此改变人生 但是怎么也没想到 一个月不到 已经有三名穿越者离奇死亡 在公园的一处监控里 警方找到一段视频 看到二岁曾与一女子发生过激烈冲突 老金掩认出这个女子就是小美 于是在咖啡馆里找到小美 然而小美却告诉老金 她昨晚确实在公园里见过二岁 而且两人还因肇事逃逸的事情发生了冲突 但是自己并没有杀害二岁 虽然老金相信小美 但是作为嫌疑人 还是把她带到了警局调查 通过监控发现 二岁与小美分开的时间是10点35分 而小美最后走出公园的时间是11点37分 也就是说只要有这一个小时的不在场证明 就能洗脱嫌疑 但是小美说这一个小时 只有她一人独自坐在了公园 既然没有证明那警方以此推断 两人反方向分开后 围着公园圆形的跑道 刚好会在案发地点的楼梯口处再次相遇 那么小美自然就有了把二岁推下楼梯的可能 而且二岁的事件报告显示 推定的死亡时间是晚上11点到凌晨一点之间 那么小美自然有了很大的嫌疑 就在此时小美想到 昨晚二岁跟她说 肇事逃逸后 丈夫一直威胁她 说如果报警的话 就会杀了她 于是老金赶紧找到了二岁的丈夫 在审讯室里 为了提供案发时间的不在场证明 她只得承认当时去见了裴正台 由此确定了她肇事逃逸的事实 由于小美是知名的漫画作家 她被带到警局调查的事情 很快在网上发酵 也因此有粉丝来到警局为小美做了证明 原来当天有两个小伙看见了坐在公园的小美 而且还拍了照片发到了网上 此时鉴定科的结果也出来了 额出的结论是失足摔死 这样一来小美就洗脱了嫌疑 没想到游戏少年再次找到了死亡规则 她拿出一张照片 说死亡规则是照片上的位置顺序 先是快递小哥 保安大叔 再是二岁 那么后面两位就是裴正太和基金经理车增硕 这把车增硕吓得半死 赶紧跑去警局找到了老金 而且把少年的预言告诉了她 于是老金找到了院长 但是没有想到 刚刚见面 院长就给她说了少年预言死亡法则的事情 要知道这个预言没有几个人知道 更奇怪的是 院长竟然想让老金帮忙偷偷调查其他穿越者 老金找到小美 把自己的发现全都告诉了她 如果想要找到穿越者死亡的原因 那就必须得了解清楚 前几个死者有没有什么联系 于是两人决定按照死亡法则上的顺序 先找到裴正太 没想到刚敲门 正太就匆忙从后门逃走 老金跟着追了上去 小美则发现了屋里掉落的诡异照片 一看吓一跳 全是偷拍穿越者的照片 就在此时桌子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小美接通电话 怎么也没想到 对方竟是院长李晨 听到小美的声音后 她直接关掉了手机 于是小美跑到医院 但是管家告诉她 院长要参加研讨会已经出国了 看着裴正太偷拍的穿越者照片 小美越想越不明白 于是便给老金发了一张照片 让她调查裴正太与车增硕到底什么关系 这是一张两年前的照片 也就是说裴正太和车增硕在穿越之前就已经认识 面对铁证 车增硕说出了实情 原来当时她挪用公司资金炒股 没想遇到了股票暴跌 就去借了高利贷 从那开始 混混裴正太就盯上了她 虽然穿越之后 她赚了不少钱 而且填补了资金窟窿 但是裴正太用借高利贷的事情要挟她 多次敲诈她不少银子 当晚老金找到裴正太 她让小美从屋外砸破窗户从而引走她 一招调虎离山 轻松在她手机里装上了窃听器 小美走访保安大叔家属 发现在死亡的两天前曾经收到过一个花篮 而这个花篮在摔死的二岁家里也出现了 在咖啡馆里 小美把发现的信息告诉了其他人 但是没人能想明白怎么回事 此时车增硕说她已经辞职 准备过几天飞去新加坡与女儿团聚 而且在临走前会解决掉所有麻烦 没想到她竟带着一帮混混找到裴正太 两人更是在屋内发生了激烈矛盾 而这发生的一切都被小美监听到 于是小美赶紧跑去车增硕的家 万万没想到 就在门口再次发现了诡异的花篮 连忙给老金打了电话 却被告知 车增硕已经在车内烧炭自杀了 那这就很奇怪了 不光是穿越者在死亡之前都会收到花篮 保安大叔买的中奖彩票 二岁的手机 还有车增硕女儿送她的音乐盒 都莫名其妙消失不见了 就在此时 所有人收到了院长发来的信息 院长从国外回来了 再次聚集到医院 院长承认是自己委托裴正太监视其他穿越者 目的只是好奇穿越者回到过去以后的生活 说自己并没有做任何非法事情 但是所有人都怀疑凶手就是裴正太 场面一度混乱 直到女孩的一声尖叫 一个诡异的花篮送了过来 只见上面的卡片写着几个字 这次轮到你了 游戏少年说 按照死亡法则 几天之内肯定会有人死亡 此时院长说这里是我家 要死的人就是我了 然而一旁的女孩站起说 这次死的会是她 因为她第一个看见花篮 接着直接吓得晕倒过去 老金与小美认为 只要找到送花之人 就能解开谜题 于是老金找到了送花的快递小哥 发现她是收到一条语音信息才接的订单 当回拨手机号码时 号码已是空号 老金突然想起了那张手工卡片 调查发现卡片来自大岛东附近 而巧合的是 经常聚会的36.5度咖啡馆 也在那个位置 但没想到咖啡馆的老板 却从花店走了出来 本以为定花之人会是咖啡馆老板 哪只花店老板拿出监控视频说 不是他 是一个戴着帽子的年轻人定的花 仔细一看 这才发现此人竟是游戏少年 于是赶紧找到了他 少年说确实是他送的假花篮 但自己并不是凶手 他的目的是调出真正的送花之人 此时的小美也找到了线索 他发现三张卡片上 分别印有不同的语句 于是想到一个办法 他把词语写在了自己的漫画作品上 想让粉丝帮忙找找线索 通过车增硕家的监控视频 老金发现了送花的黑衣男人 找到男人后 终于找到了制作花篮的花店 万万没想到 花店老板竟是穿越之前的那个孕妇 但诡异的是这个女人并没有穿越 怎么会跟他扯上关系呢 而且老金去监狱见了二岁的老公 正是他们并不知道花篮的事情 谜团越来越多 就在此时 小美的粉丝起了作用 有人留言说 卡片上的词语 出自于一本书 名叫命运的碎片 小美发现 每句词语都对应上了一个图案 而三名穿越者的死亡方式 竟然也跟图案上一一对应 两人找到花店老板 一番请求之下 老板同意 在下次收到订单后会通知他们 但没想到 订单很快来了 这次卡片上写的是 成为对抗命运自己人生的船长 小美找到书上对应的图案 显示是一场事故 那这会是下一个人的死亡方式吗 通过订花者下单的IP地址 老金发现 是一位偷渡客在医院的 资助电脑上下的订单 接着找到这个男人 男人却说是前面那个女医生 让他坐的 老金一路跟了过去 万万没想到 女人的车开进了院长李晨的医院 然而就在此时 收到了花店老板的电话 说送花的地址出来了 等到感到知识 原来这次送花的地址 就是女人的电话 这个女人为了度中的孩子 放弃了改变命运的穿越 却不知她的命运 早已与其他穿越者绑在了一起 千算万算 没料到致命花篮 最终落到了自己手 看着女人的尸体 老金和小美 像是被扼住了命运的喉咙 两人赶紧找到院长李晨 因为她已查到订花之人 就是院长的管家宋市长 但是面对铁证 女人仍然嘴硬 一口咬定自己并不知情 而且告诉他们 管家已经辞职 就在此时 一个女孩走了进来 这才知道原来院长 还有一个女儿 通过对李市长手机定位 老金找到了她 没想到李市长却说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按照李晨的吩咐做事 而且还说 如果想活命 就不要跟李晨对着干 带着满肚子一问 两人回到治安院 万万没想到 大门警所宣布停业了 他们不知的是 此时的李晨 已经带着女儿 离开了这个地方 两人重新梳理线索发现 目前离奇死亡的五人当中 有四人确定过尸体 只有快递小哥朴英吉 他们并没有确认过 而且在当天的交通事故名单里 也没找到她 于是老金跑到她的家里 发现了快递小哥的双胞胎兄弟 得知朴英吉确实已经死亡 只是因为备有负债才没有申报 接着老金找到朴英吉 所属的运输公司 同事小伙说 朴英吉当天是 替她送货才出的事故 现在她已经接替 朴英吉的送货区域 查到这个地方 线索再次中断 然而怎么也没料到 诡异的死亡卡片又出现了 不同的是 这次是所有穿越者同时收到 小美按照之前的方式 在书中找到一幅图案 但是丝毫不知是什么意思 此时小美注意到 语句对应的章节是三章二十七篇 而今天的日期就是三月二十七号 更让人惊讶的是 之前四张卡片语句对应的章节 也刚好是他们的死亡日期 那就说明今天会有人再次死去 小美连忙给女孩士林去了电话 女孩说有人一路鬼鬼祟祟跟着她 于是小美赶紧跑去士林家 刚好撞见将正泰行凶的场面 而且按照士林的描述 当晚是正泰袭击了她 原因只是因为当日在穿越者大会上 质疑过她是凶手 为了报复才对她行凶 然而也正因为将正泰 是个有前科的混混 所有人也都信了 正泰因此入狱 大家都以为再次改变了命运 甚至觉得院长李晨消失 他们也将恢复平静 然而就在七个月后 河岸上的一具尸体 再次打破了宁静 因为死者竟是在 3月27日失踪的江真浩 而此人是因为接替了 快递小哥朴英吉的工作 才在27日那天意外死亡 如果朴英吉穿越 当天没有发生意外 那么3月27号也会是她的死期 也就是说卡片上的死亡日期 再次应验了 谁来管管这个嚣张的女人 你能想到吗 她竟穿越了整整七次 在她眼里 其他人早已是个死人 原来女人每到1月11号 就会穿越回到一年前 在她穿越的前5次 这些人都已经死了 就在女人第6次穿越的时候 赶在死之前陆续救活了他们 然后邀请这些人 跟着她一起进行了第7次穿越 救活他们也很简单 只要避开死亡日期和死亡地点就可以 比如中彩票的保安大叔 故意让她修电梯 从而无法参加聚餐 因此逃过一劫 故意弄脏二脆的衣服 让她没法去公园 从而避免被摔死 让花店老板去送花 进而躲开了煤气爆炸 之所以要救下他们 只是满足女人的好奇 因为她想知道 命运究竟能不能被改变 然而老金却不乐意了 凭什么自己的命运被捏在女人的手里 上来几个大汉就把老金撂倒在地 接着女人嚣张地说 只要你们求我 就可以活命 更是预言 那有什么办法吗 要么生活在恐惧中死亡 要么就在祈求中活着 然而真的有人愿意 卑微地向女人祈求 作为交换的代价 女孩士林需要替女人完成一件事情 接着她找到了小美 惨兮兮地告诉她 下一个死去的就是小美 然而小美真的信了她的话 连夜跑去找院长李晨 看见小美跪地求饶的样子 这个女人满意地笑了出来 在死亡面前 每个人都会恐惧 小美也一样 她向女人祈求告诉自己 如何才能活下来 然而没想到 女人告诉她 自己从来没有说 下个死的人会是小美 而且说肯定有人在撒谎 并把士林与她谈话的视频 发给了小美 原来士林才是下一个会死的人 为了活命 她选择去诃骗最亲近的小美 从而来取悦院长李晨 这才知道了女孩士林的真面目 原来士林从小到大都撒谎成译 她编造凄惨的绅士来获得同情 从而得到安全感 得知真相的男友要跟她分手 她就一哭二闹三上吊 为了得到男友的同情 她故意砸破门锁 然后诃骗将郑泰 说自己被一个变态跟踪 让郑泰帮忙去吓唬那个跟踪狂 万万没想到进屋之后 就开始了表演 更是神经到自惨 一头雾水的郑泰 这才知道上了她的当 刚要对她动手就被小美撞见 于是所有人都以为是郑泰 对士林行凶 哄骗小美之后 院长李晨告诉了她避免死亡的方法 让她赶紧离开这个地方 没想到在汽车站里 男友逃走了 而且去警局报案起诉了士林 因为士林在她手机里装了定位 更是胁迫她一起离开 于是女孩折返回来 再次开眼 用死来威胁男友 然而就在一个晚上 小美再次收到士林的电话 说这次她没有说谎真的会死 让小美救救她 虽然小美不想再相信女孩 但是终究还是放心不下 带着老金找到女孩最后通话的地方 只见到掉落地上的手机 小美突然想到士林身上还带着男友的手机 于是老金定位手机找到一处寒冻 然而怎么也没想到 在下水沟里看到死不瞑目的女孩 一气之下 老金把院长李晨直接叫到警局 但是不可能查出结果 因为院长穿越了七次 有钱又有权更是有强大的律师团 很快就放了出来 就在此时 警方在郑太家里搜到了线索 一把沾满了胶带的椅子 于是怀疑郑太绑架并杀害了女孩 然而绑架是真 因为之前郑太与少年有个交易 少年让郑太帮忙找一个叫崔明豪的人 而此人是他上高中时曾经欺负过的一个学生 之所以要找他 是因为崔明豪把欺辱视频发到了网上 这样一来 就对少年的父亲教育部长造成了很大影响 舆论更是要求部长下台 为了销毁视频 便想方设法找到崔明豪 于是少年便答应郑太 帮他绑架了士林 出租屋内郑太告诉了少年 崔明豪就是士林的男友 然而郑太并没有杀害女孩 虽然被冤枉入狱七个月 他现在的目的 只是让士林向自己生病的妹妹澄清事实 说清楚并不是他伤害了女孩 但是没想到 刚到医院士林就逃走了 在得知士林被害后 郑太赶紧找到了院长李晨 因为就在士林被害的当晚 他与李晨待在一起 也就是说只要能提供当晚的见面视频 就能证明郑太的清白 虽然李晨并不想帮他 但是郑太手里握有李晨 为何会反复穿越的秘密 于是李晨不得不把郑太的 不在场证明送给了警方 这样一来郑太就洗脱了血 然而就在一筹莫诊之时 老金收到郑太发过来的一张照片 诡异的是 郑太对他说 如果想知道李晨的秘密 就来出租屋 但是万万没想到 房门刚打开 一个黑衣男人走了进来 接着郑太就被杀了 然而凶手不知的是 刚刚发生的一切都被少年看见 并且偷偷录了音 等到少年走出房门 老汉已经凉凉 要知道少年哪见过这般场景 吓得他仓荒逃走 而刚巧此时老金赶到 看到电脑上插着一个U盘 这一看才发现 里面竟是锦鸣穿越者死亡的照片 于是老金偷偷把他取下藏了起来 这就奇怪了 很显然U盘不是凶手放的 那么会有谁能拍下这些照片呢 而且小美发现 所有案件都发生在麻将鼠管辖之地 那么很有可能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老金再次回到出租房 在屋外发现一个脚椅 经过鉴定科对比之后发现 这是一双限量版球鞋的印度 而球鞋的主人正是少年 因此老金觉得他肯定有问题 但是没想到少年却拿出了手机 接着放出一段录音 录音李正太临死前说了两个 刑警 于是少年认定凶手就是老金 更是把录音发到了警察 接着老金就被停了职 虽然同事相信他 但是师父老条发现 在一月份的时候 老金就在笔记本上 写下了所有受害者 这就很难解释 没办法 老金只能如是告诉老条 自己是从未来穿越过来 所以才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然而老金不知的是 正是因为说出了穿越的秘密 少年也遭遇了不错 等到醒来 只看见满屋子其他穿越者的遗物 万万没想到 真正的凶手就是老条 而在正太遇害当天 是少年误把老条当作了老金 就这样少年也被干掉了 然而更绝的是 第二天老金收到了一条信息 说是想救少年的话 就赶紧来八号仓库 没想到的是 在这里看到了已经死去的少年 而他手上竟然戴着老金的手扣 就在此时 两名巡警赶到 刚好撞见这一人 老金自知已经无法解释清楚 于是连忙跑走 这下老金算是成为冤大头 彻底被当作了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这个小女孩疼得闭上了眼睛 一旁的母亲则拔掉了注射针管 看着满胳膊的针孔 母亲心里很不是滋味 原来女孩患有罕见的不治之症 母亲之所以穿越七次 就是为了治好女儿 不再经历丧子之痛 女人为何要反复穿越的命 终于被老金和小美发现 原来就在刚刚 凶手袭击了咖啡馆的黄社长 但巧合的是 被老金撞得正着 救下黄社长后 老金则对黄社长的身份产生了疑问 因为几天前 他让人化验了装油盘的盒子 惊奇的发现 盒子上附有豆蔻类的成分 而这种成分来自黄社长最爱的豆蔻香料 更是在李社长的车里发现了咖啡馆杯子 很显然黄社长跟院长李晨 绝对有着紧密关系 面对质疑 黄社长只得交代 曾经偷偷找过院长 而且在他家里发现了院长女儿画的图画 这才明白是因为女儿得了不治之病 院长才会反复穿越 然而就在此时 少年的死因鉴定报告出来了 发现被害方式跟正太一模一样 由此警方把老金列为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全程通缉 这下只能靠小美了 她找到了崔英雄的老师 问她当天是谁来调查崔英雄的真实身份 万万没想到 老师指认就是朴行警 小美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真正的凶手竟是老朴 但是老金还是半信半疑 于是赶紧找到老朴 谎称需要外出 从而借走了她的车 仔细检查后并没发现问题 接着找到了院长李晨 女人告诉她 杀害其他穿越者的凶手 确实就是老朴 然而此时的老朴也感觉到了一样 于是找到小美 偷偷在她家里放置了监听器 就在当晚听到了老金与小美的对话 这才知道事情已经暴露 于是带上装备找到老金的住所 本想直接干掉她 却没料到 老金竟然跑去警局自首了 这个大爷正准备出门 一个大汉直接冲了过来 更是把刀架在了她的脖子上 男人问黄社长 老金为什么会去自首 她和小美究竟在计划什么 不明情况的黄社长 就这样被男人狠狠掐住了脖子 为了弄清状况 男人并没有把黄社长杀掉 等到醒来后 黄社长便对老朴说 我可以让你穿越回到过去 这样你就有一次抹去罪行的机会 老朴自然不信 于是黄社长便让她前去治安园 找院长李晨 见到李晨之后 女人把穿越的事实告诉了她 而且说 在小美和老金死之前 你都不会出事 接着给了她一张 骑着摩托车的男人照片 说这就是她的命运 然而就在警局 她竟然真的碰见了那个男人 但与此同时 老朴也掉进了老金与小美的圈套 原来老金在小美家里发现了监听器 于是将计就计 跑去警局自首 接着便向队长汇报了 老朴就是凶手的事实 为了拿到证据 就让同事找到小美 小美说抓到真凶的证据 就在警局里 因为少年的耳机被凶手拿走了 而耳机里装油 与手机连接的GPS接收器 拿到手机就可以追踪到耳机的位置 就这样老朴果然上当了 监听完对话 便匆匆赶往秘密住所 她不知的是 老金早已在她车里放了定位器 这下总算是找到了老朴犯罪的所有证据 就在审讯室里 她交代了自己杀人的原因 原来就在两年前升职的第一天 她不小心撞上了一个男人 当时男人并没有死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仕途 她拿起了旁边的石头 杀害了男子 由于她是警察身份 并没人怀疑 于是警方便认定 男子是自己驾驶摩托车意外坠往 从这开始 唤醒了她心中的恶魔 每次杀人 她都会伪装成意外死亡 杀得越多 她就越是兴奋 直到见到江政台 得知了穿越的秘密 同时也知道了 那些穿越者注定会被她杀害的命运 于是就开始不加隐藏的杀人 这让老金很是痛心 因为她觉得是自己当日救了老朴 这才造成了其他人的死亡 本以为一切都已结束 哪知咖啡馆的黄社长消失不见了 于是两人找到了黄社长之前提到的疗养院 这才得知 黄社长并不是患者 而是医学教授 江还是老的辣 原来黄社长才是真正的大boss 七次穿越都是她的安排 在她眼里 穿越者的死亡就是一场游戏 只是为了让她的老年生活更加有趣而已 一辆押送死刑犯的大巴车 行至半路突然窜出来一辆摩托 司机避让不及 大巴车直接冲了出去 逃出来的老朴拿掉了摩托车驾驶员的头盔 这才彻底相信了命运 与此同时 老金与小美找到了黄社长的办公室 怎么也没想到 秘书递给他们一个盒子 里面装有一张熟悉的卡片 找到书中对应的章节 预示了死亡日期是在1月9号 也就是说 老金和小美两人肯定会在这个世间死亡 于是两人分头行动 老金赶去治安员逮捕了李晨 按照之前的经历 他的女儿今晚就会再次死去 为了守在女儿身边 他告诉老金 真正知道穿越方法的人只有黄社长 此时的小美在咖啡馆碰见了李市长 接着一路跟着他来到了医院 就当女人正要网药瓶注射毒钥匙 小美冲了过去 因此就吓了女孩 当李晨赶到之时 发现女儿这次竟然没有死 这下总算是明白过来 背后都是黄社长的阴谋 原来每次穿越之前 黄社长都会让李市长杀害女孩 这样李晨就会心甘情愿听同她的安排 为了报答小美的救命之恩 李晨告诉小美 老金会因为救她而死 但是小美偏不姓名 接着就向警局打了举报电话 谎称说老朴就在500公里外的小镇 这样一来 得知消息的老金就会离开这个地方 从而不会因就自己而丧命 但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老金行之半路 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说黄社长现在就在治安园 于是老金见到了黄社长 而且拿出了逮捕令 本想借此关押她 从而让她无法在1月11号再次穿越 但万万没想到 接到了老朴打来的电话 原来就在刚刚 老朴抓走了小美 以此要挟老金撕毁逮捕令 而且告诉她现在就在小美家中 为了营救小美 老金只能放弃逮捕 等到她赶到之时 却看到奄奄一息的小美 就在此时 老朴突然从背后出现 小美见状翻身付出了老朴 为她挡下了自保 虽然最终老金逮住了老朴 但是小美还是死了 为了救活小美 老金选择再次穿越 跑到治安园找到李晨 而李晨却告诉她 这一次她不穿越了 因为小美就下了老金 让她觉得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她要守护女儿 不让女儿再次经受反复的病痛 虽然穿越的方法只有黄社长知道 但是李晨也知道大致的行程 老金来到一个分岔路口 李晨说一条路通往死亡 另一条路则通往重生 老金闭着眼选了一条 直到始到尽头才发现 无论选择哪条路 最终都会回到重生的大道上 这一次穿越后的老金 在老朴第一次发案后 及时逮捕了她 从而避免了其他人的死亡 然后搜集到黄社长 违法临床试验的证据 直接将她逮捕 面临三年的刑期 黄社长无论如何 也无法再次穿越了 当一切都结束之后 老金与小美再次遇见 不同的是 这一次小美的记忆里 没了老金 但是命运或许仍旧会眷顾她们 两人在新的一年重新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